9月5日,正在举行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式对公众开放,作为2020年服务贸易的重头戏,四场平行论坛同期举行,在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新趋势高峰论坛上,围绕服务贸易发展新趋势,服务贸易便利化等主题,与会嘉宾展开探讨,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碧南在做主旨演讲时表示,中国将加强开放制度性结构安排,释放市场潜力。 我们要持续地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,全面地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,进一步的缩解外资准入负面清单,加快推进医疗、文化、教育、电信等领域开放进程,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,加强开放的制度性结构性安排,释放中国大市场的钱, 共同探索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。 王碧南称,中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业营商环境,推进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开放平台的建设,加快推进探索服务业开放的制度创新举措,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。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棠认为,当前中国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,2019年中国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。 他强调,中国服务贸易与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是休期与共的命运共同体,各国应抛弃成建,团结一致,共克时间。 跨境支付,境外消费,商业存在,自然人的流动,是负贸易的四种基本的方式。 这些贸易方式设计资金、物品、人员,特别是信息等要素的跨境的流动。 既需要相关国家海关的同力合作,更需要世界相关各个部门增进湖信共同规范,全力破除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贸易壁垒,加快跨境数据的流动,跨境电子商务等新议题、新规则的制定。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龙国强指出,中国正在从服务贸易大国向服务贸易强国迈进。 他认为,发展中国的服务贸易,增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,需要处理好进口与出口的关系。 不片面追求,短期内服务贸易的平衡,实现所谓的扭亏为盈。 要更加关注的是,通过服务贸易的开放,怎么能够满足产业转型、高质量发展和消费升级的需要,促进服务贸易全面健康的发展。 龙国强表示,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,也要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机遇,要通过开放合作,共享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各自发展的新机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